大家好,我是Temper,欢迎来到我的抖音知识课堂 好,上一节课堂我们讲了抖音注册的五种方式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抖音注册有哪些注意事项 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 一台手机,一个手机号,注册一个抖音号,然后用四级网络 关于手机的话,我们可以使用自己的常用手机这个没问题啊 如果你是买的二手手机的话,最好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苹果手机的话可以抹除所有设置 然后手机号的话,我们最好是用三大运营商 就是移动电信联通,这三大运营商实名认证的手机卡号 每家运营商的话,每个人可以搬五个手机号 第二就是我们尽量不要用虚拟卡号,或者说一些奇怪的小号段 关于抖音号的话,一台手机绑定一个手机号,绑定一个抖音号 这是一个标配啊,然后我们不要频繁的去换手机登录 这样会出现一体登录,就跟微信是一样的 就是容易被降权 网络的话,是能用四级网络就用四级网络 如果非得用WiFi的话,那么同一个WiFi最多连四台手机